期待已久的阿里山三天两夜之旅终于来了 我们从台北出发 中午来到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花了一个下午 走完一号与二号巨木群战道 姐妹谈环谈步道 水深陷步道 享受大自然森林浴 同时看完阿里山星八景的其中七景 有神木遗迹 香陵拱桥 慈云观景 塔山奇岩 神医流铺 28号巨木 水深巨木 第八景小丽园山 会在第二天直接去那儿赏日出 傍晚回到阿里山宾馆check-in 再到顶楼赏日落 最后享用一泊二十的自助晚餐 跟着我一起来玩吧 阿里山森林游乐区游客太多了 我们中午抵达时 园内停车场已客满 指挥交通的人要我们停在几百公尺外的车位 我们只好拖着行李箱一路爬坡走到园区 出发前使用官方线上购票 门票有国人限定优惠 全票200 半票100 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海拔2170公尺 首先前往游客服务中心旁的 油园车售票处 购买隔天清晨驻山关日的车票 由于爸妈不喜欢搭火车人挤人 而油缘车可只搭驻山 非常方便 隔日搭车地点就在油缘车售票处 单程票价成人300 儿童75 游客中心门外 就是阿里山宾馆接驳车乘车处 发车时间为每小时10分及40分 我们先到阿里山宾馆寄放行李 接着立刻开始 一次走完园内四条步道的计划 首先要走的是一号巨木群站道 沿着阿里山宾馆马路对面的森芝道往北走 左侧的小木屋是洗手间 一路下坡后会经过林雾局阿里山工作站 看到工作站后要左转 我喜欢这座路灯的造型 复古的风格很适合这里 在两个树木幼苗土堆前有介绍牌 说明阿里山樱花整治计划 原来老樱花即将死去时 会将养分输送给基部小苗孕育二代木 树医团队透过引根 使小苗根部接触土壤 集中养分供给二代木生长 这棵树的根很像连在一起 长得好像可以休息的长等 沿着指标相邻神木的方向走 首先见到橡皮木和三代木 橡皮木是砍发后的红块树头 橡头 橡眼 橡皮浑然天成 附身的蕨类与苔藓生长茂密 像极了长毛的大象 三代木的形成是当第一代岛符后 枯死块木上的苔藓保持湿润 使二代种子发芽长在第一代身上 数百年后遭遇砍发 第三代又从二代木长出来 这座石板桥是香陵桥 香陵国小在森林游乐区内 海拔2195公尺 素有最高学府之美称 全校学生只有21人 继续沿着香陵神木的指标前进 树林塔建于1935年 是为了抚慰发木死伤的殉职者 以及被砍发的十万株大树之林 地基一圈圈代表树木年轮 香陵神木原本称作光武块 因推估发芽时间为东汉光武帝年间 原阿里山第一代神木 于1998年被放倒 2007年 香陵神木被选为第二代巨木 此云寺是台湾海拔最高的佛寺之一 建于1919年 原名阿里山寺 寺内有千年历史的释迦摩尼佛像 此云寺前方可欣赏日落、云海 此云观景为阿里山新发景之一 离开此云寺 接着往神木车站的方向走 接踢口的巨木 像一对双胞胎 又像手指比一个夜 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 共有二席巨木群栈道 一生一桥为分界 一号巨木群栈道 才高架木栈道的生态功法兴建 是神木遗史为终点 全长600公尺 可欣赏20株红块巨木 沿途巨木虽然没有特别命名 但每一棵我们都忍不住停下来观察 各有各的特色 值得细细品味 来到一号巨木群栈道的终点 同时也是阿里山心巴紧的神木遗迹 1914年 阿里山森林田路全线通车 阿里山神木与森林小火车 几乎是阿里山的精神象征 后因遭累击 树干内部起火焚烧而死亡 1997年 因好雨不断 阿里山神木不堪支撑而崩裂 考量人车安全 于1998年将神木放倒 回归自然 神木遗迹旁就是神木车站 我们坐在一旁吃点心 这里有一只猫咪到处起食 虽然猫咪非常可爱 不过还是不要为食野生动物比较好 阿里山森林铁路 旧时为转运木材而建 如今成为旅游列车 典雅木购的神木车站是2022年才重新整修完成 我们离开前正好遇上火车进站 车站幕端有一颗22号红块巨木 直径2.1公尺 竖高29公尺 推估约七八百岁 悬移流铺横跨阿里山西 是阿里山心八景之一 也是二号巨木群站道的起点 西床利用减缓水流的S型固传功法 及减缓充实的快石碟水功法 一层层的净水池宛如明镜 二号巨木群站道 全长450公尺 以高架木站道搭建 保护地表土壤与树根 快木于日巨时期被大量砍发 此处以巨木群整现实属难得 年图有16颗红块巨木 以及高密度的人造柳山林植入天际 这颗是23号红块 解说牌不只介绍每一颗红块的资讯 还有图文解说红块小知识 这张图写着阿里山现存的红块巨木 多是因树形有缺陷才被保留 在我们面前的是24号红块巨木 爸爸正在跟我解说 阿里山现存巨木中 为什么台湾扁驳这么少呢 原来是因为台湾扁驳树干通质 木质均匀负光泽 是人们首选的建材 所以砍发酵多 25号红块巨木深行明显弯曲 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初没被砍发 我们放慢脚步深呼吸 享受森林浴 观察树木间的光影变化 这颗是27号红块巨木 红块的树皮特点是什么呢 木材色淡而红 质地细密 因树皮较薄 俗称薄皮仔 拥有浓郁香气 不受重铸的特性 28号红块巨木为核并木 是阿里山心八景之一 也是巨木群战斗中雄壮的巨木 直径4公尺 高度43.5公尺 主干树林推估为1087到1103年 巨木上有着黄花灼生杜鹃 与高山调绝等台湾特有种植物 这棵是30号红块巨木 红块的酒果长得很可爱 长约7到12毫米 球果成椭圆形 果林10到13片 这棵是33号红块巨木 红块的用途有哪些呢 家具、生活用品、雕刻艺品、建筑等 都是红块常见的用途 下方的木栈道可通往阿里山吊桥 阿里山吊桥建于1978年 约20公尺长连接1号与2号巨木群站道 我们已经走过1号了 所以看完吊桥直接惹返 前往乡林服务区觅食 乡林服务区的贩卖部在一楼 小吃、便当、饮料、纪念品都有 我们在庆顺之间店 买了韭菜盒与榨花之丸 肚子饿了果然什么都好吃 对面的寿正宫正在整修 我们沿着指标往姐妹坛前进 只要向上走450公尺的阶梯 穿越充满遮蔭的农民树林就到了 拥结童心为两棵老块木的树头 相连成一棵爱心 正在解说牌前看不出来 要往前多走几步才像 金珠报喜是块木老树头经时间洗礼 宛如一只猪的侧身 有大大的鼻孔与下垂的耳朵 正在金珠报喜 就能发现前方姐妹坛的人潮 姐妹坛是两个大小不易的高商湖泊 相传有一对姐妹爱上同一名男子 而相邪殉情的地方 姐坛较大 坛中有两座相思亭以木桥连接岸边 坛水清澈碧绿 平静无泊 坛底竟然有一只翻肚的死青蛙 吓死我啦 妹坛较小 两坛相距不到50公尺 却乏人问津 大家只路过不拍照 但我觉得小也有小的优雅 离开妹坛 我们遇上塔山步道登山口 塔山也是小百岳之一 来回约五小时 这次碍玉行程安排 时间不够 下次我们一定会来爬 继续朝走平车站的方向前进 这里的巨型老树头 好像一座漂亮的拱门 经过阿里山格大饭店 可眺望远方的大塔山 我们路过找平车站 来到找平公园后 沿着驻山观日步道的指标 穿越铁轨 驻山观日步道可向上通往驻山观景台 这里也曾是旧时的御山登山口 我们沿着登山口旁的指标 往水山巨木 水山巨木位于水山线步道尽头 水山线全长1.6公里 一路沿着旧水山之线舔道行走 来回约一小时 水山线曾游铁路行驶 目前改为步道工游客造访 但水山步道较少人知道 走起来颇有空灵感 沿途有一处展望 可远眺塔山 大塔山峭壁草木不深 岩壁层次分明 相传是邹族人的圣山 也是死后灵魂安息之地 我们用望远镜观察 可清楚看见下方的棉月线明隧道 走在铁轨上挑战平衡感 真的好好玩 这里可体验光影交错的 静谧森林 以及铁道的怀旧文化 树洞巨木是红坏 树林约1200年 因树星空洞被视为缺陷 才得以逃过砍发的命运 保留至今 树洞相当巨大 大约可容纳三人 好像龙猫的家 或许有森林小精灵住在里头 昔日水山站的月台依然保留着 快木横架防孤铁路桥 以曲线木构 展现森林铁路的独特美感 木阵桥下是镂空的 感觉踩不稳脚会掉下去 我们靠边走比较安全 最后一小段阶梯爬坡 走约200公尺 便能欣赏步道尽头的水山巨木 水山巨木又称水库巨木 因为附近是阿里山的水源地 水山巨木树林约2700年 胸围超过16公尺 树高约30公尺 近看会发现几棵线条奇美的树流 树干雄围笔直 是阿里山森林游乐区中最大的剧目 我们沿路这番走回找平公园 再从找平公园绕回阿里山宾馆 我们这天从阿里山宾馆出发 依序走完 巨木群站到一号 巨木群站到二号 姐妹谈环谈步道 金找平再走水山巡步道 最后再从找平走回阿里山宾馆 非常顺路地完成四个步道 全程来回7.3公里 总共花费三个半小时 上升高度217公尺 此时大约下午4点 正好可以check-in进房 大厅的落地窗景好美阿 拿到房卡 我们拉着行李经过餐厅 自己去搭电梯 房间在酒楼 哇 是最高楼层耶 终于可以休息了 我好开心 房型是现代馆的豪华家庭房 也就是四人房 有两张双人床 餐桌椅 mini bar mini bar有附咖啡 茶包和小饼干 还有像壁炉的暖气 房间里超级温暖 浴室有独立的厕所 双洗手台和淋浴间 淋浴间有浴缸可泡澡 还有货外阳台 面向阿里山宾馆的历史馆 傍晚我们到顶楼的观景平台赏日落 这里可以更清楚看见大塔山 下次再来阿里山 希望能顺便走完棉月线 虽然没有同时见到日落和云海 但日落依旧美得叫人目不转睛 我们的住宿方案是一博二十 晚餐在一楼历景厅是自助餐 餐点虽不能跟平地五星级饭店相比 但在如此偏远的高山 有这么多选项的食物 我觉得很感激 这是先前的鸟排哦 麻辣鸭血我爱吃 甜点都蛮好吃的 谢谢收看 喜欢的话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